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这幅小说可以说从艺术上来说 艺术功力上来说 刻画的最成功的不是决会 而是决心 它是一个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悲剂的命运 但是又缺一行动 没有勇敢的行动 这样一个多疑的人 是封建旧家庭 旧礼教 叫独害之下人格分裂的一个悲剧的典型 这个决心他也受过五世新思潮的影响 他也认识到旧家庭是夺起了他的青春 但是旧的伦理道德 特别是所谓孝那种独害 长房长孙那种特殊的地位的约束 旧的意识那种沉重的十字架 已经把决心他的生命力棱角消磨殆尽了 所以造成了他委屈求全 懦弱顺从的性格 所以这个家对他来说 对决心来说 就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炼狱 也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 或难以割舍的那种生活的情调 所以他理论上是结束了新思潮 但情感上 行动上 就留恋旧家庭 所以就是妥协 欺穷 他每一次向恶势力退让 都以牺牲别人 包括他所爱的人为代价 而他自己呢 也在罪恶的泥潭里面 难以自拔 是吧 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决心这个人呢 毕竟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个弱者 思想和行动的矛盾呢 使他经常的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清醒 也因为懦弱 他不能够成为 不能够摆脱那种自责 自我谴责 是吧 这些都加大了人物的一个 悲剧性 所以作者呢 对于决心呢 他是充满同情的 他的言行是他的大哥嘛 是吧 他同情之中 也有一定的批判 所以家的结尾呢 瑞爵的禅食 就是他决心的妻子 他这个禅食 终于是决心 有所醒悟 痛苦的感觉到 我们家 需要有一个叛徒 所以他最后是支持 他的弟弟 决会 说走的 所以决心这个人物啊 写得很成功 这是一个善良的 中庸的 忍辱负重的 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性格呢 内涵是非常复杂的 也有点 哈姆赖特的味道 是吧 也有点哈姆赖特的味道 如果说 决会是引导青年 出走 应该这样走 这样一个形象 那么决心呢 就是不该那么做的 一个典型 从家的构思来看啊 是有意 把决会 与决心 两种性格 两个人生 道路 做鲜明的 对照 当这个决心这个人物啊 到后面 那个家村秋嘛 到春秋 到秋 才最后完成 在家里面 已经显示出 那种悲剧的性格了 是吧 这是末代 知识分子的悲剧啊 虽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很清醒 把别人送上坟肠 是也等着大恨 大献啊 这为父旧家 绝望 退堂 崩溃 这个对一种知识分子的概括呢 是有一种悲凉感 所以这个 我们开头讲到 谁想录 忏肥 巴金忏肥 是吧 他也忏肥自己身上呢 也有过决心的味道 人格的分裂 像文化大革命中 多少有点奴性 这个家写得很感人啊 从艺术上来说呢 主要在以作家 他善意组织一些 有利于发掘人物 内心冲突的 一些悲剧性场面 他善意写这样一些 悲剧性场面 而且呢 是用一种抒情的调识来写出 所以美的毁灭 本来就是悲剧 而作家呢 又刻意写出这种 美的 有价值的 东西 他这个诗给人看 这些情节 所以这个作品呢 就增加了 这种悲剧的力量 像那个《明凤》 是吧 《屠夫自杀》 那个描写 还有决心和这个梅芬 这个相依 不齐而异 还有瑞爵和梅芬 这两个人的倾心交谈 最后还有瑞爵的蝉死 等等 这些场面呢 都是非常感人的 他塑造的人物啊 也有各自的思想性格的内涵 他内心的刻法 应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 像那个《明凤》 这个自杀之前 他那种痛苦 那种委屈 厌恨 他的内心的独白 是吧 还有呢 就瑞爵和梅芬 谈心的时候 彼此临焚的搏露 应该瑞爵跟梅芬 这两个人 他不吃醋啊 互相还是很同情 还有决心呢 分后见到美芬芬 那种无限的追悔 或怜爱等等 都是善以抓住 这个时期 人物那种复杂的 心境的描写 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 所以这个作者呢 经常在描写的时候啊 是用自己那种抒情 请旁托请谢 像夏大夷一番 彭托请谢的书情 热情澎湃的 那种诗的笔调来写 那就更加感人了 是吧 加在结构上呢 有一点啊 刚才说 受到了西方一些家族小 小说的影响 同时 他也受到了 《红楼梦》的影响 是吧 《红楼梦》的影响 这点呢就是 这个我们这个 在读的时候 也可以感觉到啊 通过加这部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巴金前期创作 它是一个基本的调士 这个调士 基调吧 就是起财 青年生活 它的主角呢 主要是青年自制分子 国宋青春 美丽成长 是吧 阻住 封建的黑暗势力 对青春的毁灭 对旧的制度 叛逆和反抗的同时呢 对人生的理想的追求和渴望 是吧 所以作者呢 力求在作品中 鲜血这种情绪 寻求和读者的沟通 前面我们讲了 它前期小说 也已经显露出这个特点了 就是青春型的创作 是吧 所谓青春型的创作呢 很注重和青年读者沟通 不一定深刻 它比较单纯热情 坦率 情感呢 是汪洋之细的 是吧 以言呢 行云流水 比较少垂炼 也不耐主角 是吧 就是八经的小说 你读一遍很好 再读二遍三遍 这个味道就不是很好的 就不耐主角 但是这样的作品 有个整体的冲击力 八经呢 认为年轻人 他们之间 主要是要热情 对鼓舞和情感的交流 这不太需要那种 幽默和俊勇 这大概符合二三十四年代 那时候青年呢 不像现在这么老成 现在的年轻人呢 年纪轻轻就 这个 吃得愁滋味了 是吧 曾经沧海南北水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青年 很小 中学生 有些都喜欢卡特 卡夫卡 这个沙特 卡夫卡 蒙克 等这样的作品 那时候青年呢 比较单纯 是吧 这个八经的作品呢 他这种热情 坦率 单纯 以情动人 以言追求流水行云 主要情感呢 是汪洋激动 这是他的优点啊 跟当时的夜多 审美风向 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也 现在看来也是弱点 弱点是什么 弱点是太水了 是吧 一难无疑 缺少锤炼 这个作品呢 有时候就 过分地注重 情感的宣泄 就是不耐主角 有点 也往往 另外一面 就是缺点 这种风格 和八经的激情化的 写作状态是有关的 他写作的时候 总是非常激动 是吧 八经的写作啊 就是全副新生 投入 忘情 参与到他构色的 文学世界 所以他的作品是 大喜大悲 那种知识的情感 后来呢 八经呢 写完《家》以后呢 写了很多的作品 他是一个高产的作家 他写了 也同样是以家族 这个变化 变迁为背景的 写了由人间三部曲 像《气炎》 《第四病史》 是吧 这个《家春秋》是 这个《寄留三部曲》了 后来又写了这个 这个八经后期 这个作品我们这里也开始讲一讲 这个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 是继续顺着家 这个路子来写 旧家庭的变迁 无弱的 除了春秋之外呢 还有刚才说的《气炎》 这是一类作品 家庭 另外一类是反抗 反应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 主要有火 也是三部曲 第四病史 还有寒业 在这些作品中 中篇小说《气炎》 或长篇小说《寒业》 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也是受欢迎的作品 所以下面呢 这个我们呢 就来讲一下第四个问题 寒业 寒业是1946年底写的 那是抗战结束 这是最能够代表 巴金后期创作风格的 一篇历作 和他以前那些小说不一样 寒业呢 他的构思的言行呢 不是来自于 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很奇怪啊 在巴金刚刚结婚不久 新婚燕儿的时期 他在纯粹靠想象 构思了这一部 家庭破裂的心酸的故事 就是寒业 这个作品呢 描写呢 自由恋爱的 知识分子家庭 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 破裂了 这个寒气消杀的悲剂呢 是发生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培都重庆 时间呢 是抗战胜利前的一年 这其实是这个时代啊 人们非常常见的 凡人小事 那么作者真实的加以揭示 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那种黑暗腐败 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啊 喊出了痛苦的呼声 他写的是青春的毁灭 理想的破灭 人性的扭曲 还有呢 中年成熟 背后的悲哀 所以这部作品呢 展现的一切都是了无生气的 就跟巴金前期作品不一样 读起来 让人感到心情很沉重 下面我们就来 来分析一下这个作品 这个行业啊 主要的人物 有三个 一个是汪文轩 是吧 这个主人公之一 这个男主人公 一个呢 是曾树生 是他的妻子 还有一个是汪母 就是汪文轩的母亲 这个三个人物啊 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这个汪文轩和曾树生啊 都是大学毕业 这个当时大学毕业 知识分子就不容易了 是吧 他们年轻的时候呢 都有过现身教育的理想 教育了旧国 他们没有结婚就统计了 当时也是很先锋的 是吧 抗战时期 两个人 这个和他的母亲 来到了重庆 那么汪文轩呢 就在一个小公司里面 当教队 做一个很 这个底层的一个工作 那么他的妻子 这个曾树生呢 在云行当一个花瓶 这花瓶就是当时的公关了 他们的家庭生活 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婆媳关系不好 王文轩呢 这时候得了肺病了 是吧 加上当时战局紧张 战争很紧张 那个家庭生活又困难 最后 曾树生啊 要到兰州去工作 跟他的一个上司 关系比较好 要到这个兰州去工作 离开重庆 所以这个 他 王文轩跟曾树生 夫妻两个呢 感情上呢 是有破裂了 难以平复的一些创伤 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 在胜利 抗战胜利 那一天 王文轩就得肺病死了 母亲为了 为他买了个棺材 白照了他 过了两天以后呢 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 到处去找他的丈夫 王文轩 他有个孩子 在小说里面 没有怎么出现啊 这个阴影似的一个孩子 怎么找呢 都找不到 这个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这故事是非常平常的 但很动人 真是哀锅义渠 这个四口人 一家四口人 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他们都不是英雄 也不是什么反面的角色 这个是那个时代啊 这个普普通通的 底层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遭遇 非常有普遍性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几个人物 写的都非常好 非常的感人 一个是王文轩 心地善良 非常忠诚老实的一个人 但是呢 很懦弱 无能 怕事 他什么苦都能够成熟 就是一个老好人了 但战争 这个时期呢 生活的重担 家里很苦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为了保住饭碗呢 他这个在那个小公司 当教队啊 规规积极的做事 胆小怕事 他这个每天呢 都是机械的来教 教队那些公文 这个一看那些文章 都是谎话连篇 一边教队 他一边骂 但一边呢 还是要 要教队 要保住他的饭碗 这个老实人呢 他爱他的母亲 也爱他的妻子 但是 这个中年男子 他有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 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 他母亲之间的婆媳关系 这个婆媳两个人啊 一见面就吵 谁都不让步 那么当丈夫 当儿子的呢 就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了 是吧 你总不能够中间 这两个人 只要一个啊 是吧 但是又没有办法 让他们和睦 所以他经常感慨啊 女人为什么不能 原谅女人呢 是吧 只好自我谴责 陷入无穷尽的苦恼 那么我想起啊 在朝乙的延野的戏末 是吧 延野 一个戏 大家看过没有 一个戏末 有个女主人公 叫华金子 在逼着 他的情人 这个交大心 这个一对男女吧 是吧 逼着他呢 在母亲和情人之间 做一个结责 就是说你如果 都掉在河里了 你的母亲和我掉在河里了 你先救谁 是吧 一种非常无情的 痛苦的结责 不可能的结责 那么汪文贤呢 现在就面临 同一个难题 同一个难题 他对妻子啊 应该说是很爱的 两个人想 这个自由恋爱 相处挺好 这个应该有感情的基础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分裂呢 主要是 两个人情况不一样 这个汪文胜 汪文轩 他自己有病 是吧 生活很苦 而曾树生呢 他是身体比较好 他在银行里面呢 当这个所谓的花瓶啊 公众官呢 凭自己的姿色来吃饭 他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跳舞 交朋友 护宴费 这个汪文贤呢 虽然这个能够理性上理解 但情感上感到不是职位 他一方面呢 要为他的妻子着想 他妻子年轻 是吧 身体好 希望他能够快乐 他要爱他 但另一方面呢 又怕见到妻子 那种年轻的 那种这个 丰富的生命力 其实他们的 岁数都差不多 是吧 但是因为 他妻子身体好 所以怕见到他 妻子美丽的那种姿态 为什么呢 自占行贿啊 这感到他们之间呢 开始拿开距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